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现场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华家强 今天的新闻让我们关注到一起 令人震惊的事件 在国庆假期期间 一对中国母女在斯里兰卡的酒店 遭到劫匪入侵 劫匪不仅抢劫了财物 还对女儿进行了猥亵 这起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受害者母亲已经报警并 要求酒店加强安全措施 接下来 我们将目光转向南韩 前总统文在寅的女儿文多慧 因酒驾事件被警方立案调查 她在凌晨驾车时 与低势发生碰撞 酒精测试显示 其血液酒精浓度超标 这一事件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热议 警方也计划对她进行进一步的询问 最后 我们来到美国 特斯拉CEO马斯克首次公开为特朗普站台 并在竞选活动中强调 此次选举的重要性 她呼吁支持者积极参与投票 并警告 如果特朗普不胜 将可能改变美国的政治格局 这一发言 无意味即将到来的选举 增添了更多的戏剧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星岛日报报道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 一对中国母女在斯里兰卡度假时 遭遇了劫匪入室抢劫和猥亵 事件发生在国庆假期的深夜 母亲和女儿入住的别墅内 突然出现了两名陌生人 男匪在房间内搜寻财物 而女匪则用刀威胁母亲 并对女儿进行猥亵 尽管母女奋力反抗并大声呼救 匪徒最终还是逃离了现场 事后 母女立即报警 并要求酒店采取安全措施 酒店方面表示将加强安保 以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东方日报》则报道了 南韩前总统文在寅的女儿文多慧 因酒驾被警方立案调查的消息 事件发生在首尔 文多慧在凌晨时分 驾车与低势发生碰撞 酒精测试结果显示 她的血液酒精浓度超过法定标准 警方计划传唤她进行进一步问询 此外 文多慧的丈夫也因涉嫌违规聘用问题 正在接受检方调查 前总统文在寅因此被卷入受惠嫌疑的风波中 德国之声则聚焦于美国总统选举的最新动态 特斯拉CEO马斯克首次公开为特朗普站台 称此次选举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选举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竞选活动中 马斯克呼吁支持者积极参与投票 并警告如果特朗普未能赢得选举 美国将面临政治版图的重大变化 他强调 民主党可能会导致美国成为一党制国家 呼吁大家为保护宪法而奋斗 宾夕法尼亚州作为摇摆州 选举的结果将对双方的胜负产生重要影响 香港电台报道 泰国青麦府因洪水严重影响 政府正在紧急疏散被困民众 九宝桥下的河水曾达到历史最高水位5.3米 虽然水位随后有所下降 但多个地区依然被淹 许多人被困在沿河的酒店中急需食物和救助 同时连接青麦与南邦的高速公路也遭洪水淹没 导致大量车辆滞留 司机们纷纷呼求帮助 青麦机场的通行道路同样被水浸泡 情况十分危急 德国之声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停止向以色列运送武器 尤其是用于加沙地带的武器 他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表示强烈不满 认为应避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恶化 马克龙的言论引发了内塔尼亚胡的强烈反击 称文明国家应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 与此同时 以色列在加沙的空袭造成了大量伤亡 尤其是在一座清真寺附近 而贝尔伯克则重申德国与以色列的紧密关系 强调以色列的安全是德国的国家利益 香港电台还提到 澳门在黄金周的首五天内出入近人次达350万 较去年同期增长19% 观察口岸成为最繁忙的出入境点 显示出游客热情高涨的趋势 尽管与2019年相比 整体人次仍有下降 但恒勤口岸的使用人数几乎翻倍 显示出澳门旅游业的复苏潜力 同时 澳门警方在假期期间加强了对违规出租车行为的打击 确保游客的安全和权益 明报报道 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即将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 时间定于11月5日至10日 靖博局透露 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 已有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展 其中包括挪威、斯洛伐克、贝宁、布隆迪和马达加斯加等国 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首次参与国家展 这次博览会将为各国提供一个展示自我 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吸引全球目光 东方日报报道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近日视察炮兵综合军官学校 指导毕业生的实弹射击训练 他强调游击队战法的重点训练 旨在提升军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 以应对战斗地区的实际情况 金正恩对学生们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 并要求提高实弹射击的命中率标准 此外 他将在即将召开的最高人民会议上讨论修宪 预告可能会删除宪法中有关和平统一的条款 重申南韩为第一敌对国家的立场 显示出北韩在半岛局势上的强硬态度 星岛日报报道 在已离冲突升级的背景下 中国成功撤离了215名公民 包括一名台胞和三名香港人 台胞谢祖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撤离时 他深刻体会到祖国的意义 强调自己一直以来都认为祖国就是中国 而不是在危机时刻才意识到 与他一同撤离的中国公民们 也都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离开 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与情感 这次撤离行动不仅保障了公民的安全 也体现了国家在危机时刻的关怀与责任 星岛日报 比亚迪公司最近引起了员工们的欢呼 因其在国境节前意外发放了利润奖金 这一消息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 根据多名员工的反馈 奖金金额从7、8万元到10多万元不等 甚至有员工获得了高达20万元的奖金 这一举动被认为是比亚迪的一次大手笔 尽管公司表示 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年终奖 而是基于上年度业绩的分红 比亚迪的销售业绩同样令人瞩目 今年前9个月的新能源汽车销量 同比增长达32% 显示出其在市场上的强劲表现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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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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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